画面中这位爸爸要替小孩喷仿晒喷雾 却没料到小孩手中正在把玩打火机 火焰接触到易燃气体就瞬间爆炸 另外江苏苏州的路口监视器拍下 这辆白色轿车突然停在路中间 物品散落一地 车主上半身赤裸明显有烧伤痕迹 车主买的是一款号称能秒结冰的降温喷雾 专家表示这类压力喷雾的成分 多半还有乙醇丁丸 虽然能迅速吸收周边环境热气 但遇到明火却会瞬间爆炸 消防员在关紧门窗的车内 喷洒大量降温喷雾 才模拟有人在车内抽烟 就这么一瞬间车窗被炸到弹开 车内到处窜出火苗 专家提醒 包括香水 打火机 花露水等用品 曝晒都会有相同风险 部分降温喷雾含有的主要成分 就是液化器 它在一定的压力下 以液态储存在储罐容器中 如果在密闭的空间 长时间使用此类产品 达到一定浓度后 遇到热源或者火源 就有爆燃的风险 中国大陆从南到北迎来酷暑 福建局部地区高温40度 广东多地用电量打破历史记录 民众想买降温喷雾清凉消暑 但也得留意使用安全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